請教一下務會計師 康有KY這幾年的財報 到底有哪些地方不實 應該是講他有這個比較重要的一些 這個關鍵點 就稱如剛剛主持人所提的 他是在這個104年3月 在台灣就是掛牌上市 那在他掛牌上市之前 他的銀行存款是只有這個9.79億 那在掛牌的以後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他就馬上辦現金增資18.8億 辦現金增資在台灣募資18.8億 但是他的工廠是在大陸 對他工廠是在這個安徽 然後他就變成是26.31億 那26.31億 他當時的說我增資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18.8億說 10.8億是要用支援營運主體 需要做什麼 那另外8億叫做充實營運資金 可是他原來的營運資金也將近10億 現在變成說我增資了這個18.8億 還要再充實這個 使得他的資金實際上 他從這個掛牌前的10億 後來就掛牌後變成26.3億 那增加了13.5億的這個資金 銀行存款 那實際上幾乎都是這個現金增資的款項 那其實這麼樣的一個公司 我辦了現金增資 我需要這麼多的銀行存款 其實這個已經產生了第一個懷疑 那這些錢到哪裡 那再來呢 到了105年呢 在104年底以前 他帳上是沒有長短期借款的 那我104年的時候 我已經有26億多的銀行存款 那我還在辦像這個銀行融資多少 15.53億 他可以向銀行團連貸融資15億多 15億多 那使得在 之前還現金增資 現在又再向銀行團連貸 104年先辦現金增資 105年再向銀行融資15.5億 變成銀行存款變成39億多 然後呢 最重要的 到了106年 再辦一次現金增資 又辦現金增資 又再辦現金增資11.7億元 到了107年 在向銀行再增借銀行存款 9.49億 所以一路呢 一直到109年3月底 他的銀行存款 從他掛牌前的10億不到 是 到了109年3月31號 變成了60億多 那也就是說 我在台灣掛牌 將近就是從104年3月掛牌 到109年3月為止 我只幹了兩件事情 就是現金增資 現金增資跟銀行團連貸 現金增資總共30億 銀行連貸大概16億 總共增加了46.66億 那在匪夷所思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家公司的工廠是在中國大陸 但是他在台灣辦理現金增資 跟銀行團連貸 對 辦理你看31家16億 增加46億 都是在台灣籌這些錢的 對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一張 更匪夷所思的就是說 他在109年5月14號 5月14號公布他的103年3月底的財報 說我有銀行存款 有60億多 那居然在同一天呢 說我還缺錢 還要再跟華南商銀 再簽訂這個受信合約 還要再短期放款 600萬美金 大概一點多億 我已經有銀行存款 60多億了 我還要再借一點多億 這個是我不知道華南銀行 那錢到哪裡去了 華南銀行 所以呢 這個銀行存款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查核事項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就是追隨國際 我們是在民國105年度的財務報表開始 採用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 那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裡面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呢 就是關鍵查核事項 對 我查核這家公司最關鍵的事情是什麼 也就是說 他這邊有列就是銀行存款 那這個銀行存款你怎麼去查 那 不外乎 他就是遵守過去的一些規則 寒證 但是過去的寒證呢 你有沒有真正好好的去寒證 所謂的好好的寒證 大概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過去曾經發生的 我的銀行韓證不是我自己寄去這個銀行的 而是拜託那個公司的人幫我拿去銀行蓋章 那過去也曾經發生過 我就是拜託這個公司的人幫我拿去銀行蓋章 結果根本沒有寄到銀行去 自己那個財塊主管把那個抽屜裡拿出來 你要蓋什麼銀行張我自己蓋給你 這太離譜了吧 他自己 所以說這個寒證有沒有直接從會計師寄到這個銀行去 我覺得這個是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點 這個是有沒有這樣子去進行這個一個查核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關鍵點 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說 我呢 這個銀行 我坦白講 如果說這些銀行存款是在中國 那我們的台灣的會計師 或者是事務所 對這個中國銀行熟悉嗎 不熟悉 然後寄的地方 他的到底有沒有這家銀行 他的寄的地點到底是不是對的 我們也不知道 對 所以這個有沒有真正的去去 確確這個銀行存款 這個是個問題 再來 我們過去的經驗是這樣子 曾經有一家公司 他告訴我 他的存貨 有10億 但是呢 我去盤點的時候 他說這邊的倉庫只有3億 那另外的 那7億的存貨在哪裡 他說 寄在別人的倉庫裡 那所以是查 那可是呢 我們過去審計呢 你如果認真一點的會計師呢 我應該親自再去看 有沒有那個7億的 對 實際查核 查核 如果你是比較不專業 或者比較便宜形式的會計師 你可能說 那我去韓正這個倉庫 有沒有7億的存貨在哪邊 他可能就隨便回韓給你 所以我的意思說 如果銀行存款像這個康有這麼高 從10億一直累積到60億 而且中間增加了50億幾乎都是 來自台灣 就是增資 現金增資跟銀行團連帶 對 那如果我是一個比較 這個有所作為的會計師 我應該跑去看有沒有這家銀行 對 實地查核 去實地查核 去實地查核這些銀行存款帳戶 那當然我們 這也是會計師基本的職務工作 應該是說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的掏空 或者這個股市詐欺的事情 那個手法是這個非常不斷翻新 所以你會計師的從業人員 你有沒有對於什麼事情 持得懷疑的態度 好奇心 為什麼好奇說 這家公司什麼事情不做 需要這麼多銀行存款呢 好 順著這個話題 我要請教一下烏快還有陳董 康有KY案子 是有兩個會計師 施錦斌跟江敏南 這兩位會計師 都是情業重信的資深的會計師 而情業重信 是世界級的一個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簽證必須要經過嚴格的考核 那證交所也會查核這個 會計師的工作底稿 那康有KY的這個財報 在經歷這麼多階段 為什麼還會這麼樣的離譜不實呢 吳快 那我真的想要直接問一下 這兩位會計師 有沒有實地去大陸查核 康有在大陸子公司 或是孫公司這些帳戶 應該這麼說 在我們現在很多的KY股 是就是去年等於是第一劑過後 是 就開始陸續爆發一些 好幾件案子了 好幾個案子 好多個KY案子 那最主要是去年 就是109年去簽證108年的財報的時候 剛好發生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問題 那新冠肺炎疫情的時候呢 那很多的這個就是 就是在中國的這些公司呢 就沒有辦法親自過去查帳 尤其像康有KY 他現在是工廠在大陸按揮 對 所以會計師無法到大陸去查帳 對 然後所以說 金管會在去年2月25號 就發布新聞稿 就說那你們這些會計師 沒有辦法去查帳 你可以用什麼 視訊 文件掃描 跟傳真等方式去替代 親父大陸執行審計工作 這是金管會說的嗎 這是金管會說的 那這樣視訊就可以查帳 對 所以說這個是 我是個人是認為說 假設你的Head Company 你的總公司是在台灣 那我只是去那邊設個廠 那我要查什麼帳 可能在台灣 OK 那你那個工廠可以 也許說 我在中國的這個公司或工廠 我可能是比較便宜行事 這樣子我覺得OK 但是我們知道KY股 他的這個總公司呢 是在哪裡 他整個真正的營運據點 在哪裡 是在中國 那中國你用視訊 或者是這些文件掃描 傳真真的是可以替代 親父大陸執行審計工作嗎 那我相信 如果他的Head Company 也在大陸 工廠也在大陸 他只不過是在KY 開曼群島註冊 他成為KY股 這樣可以查帳嗎 那我是個人是這樣認為 現在的KY股 大部分都是委託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來查核簽證 那實際上 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因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都是在這個中國 有這個聯盟的事務所 就是Big4 就Global Big4 都在比如說在安徽 在廈門 在福建 都是有事務所 對 我個人認為如果是如此 應該是委託 你的這個聯盟的 會計師事務所去查核 是 而並不是允許說 我們台灣會計師 就在這邊 在台灣 不用去查 遙控的去查核 視訊查 對 視訊查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怎麼可能查得了什麼帳 對 那陳總有補充的嗎 剛才烏快就講過了吧 在於一個會計師 你夠不夠GAS 你夠不夠責任嗎 基本上監管會 發布的時間 是在二月 事實上你的 所謂的查核提告 應該是在十二月三十一號 對不對 你要看他的 你要看他十二月三十一號的錢 不難啊 不難啊 武漢會員是十二月二十五號 對 那基本上到封城是在二月四號 你懂嗎 那你要查他的所謂的年底的庫存 你要查他年底的數字對不對 是十二月三十一號啊 是 OK的事情啊 剛才烏快知識也講了 你可以找他們同盟去啊 對不對 那經管會的懲處裡面呢 傳言啊 聽說去函 去函跟回函蓋的帳不一樣了 然後兩個會計師 竟然也承認那個數字了 去函跟回函蓋的帳 所謂的去函跟回函指什麼 就是說銀行的回函帳啊 就查這個銀行帳的這個部分 對 然後會計師聽說也認證了 也承認了 蓋的張不一樣 對 那這樣子等於沒有進到 對 好像是經管會的懲處的條例之一 最重要的問題 對 那麼這種東西就告訴我們就是說 你所謂的審計不死嘛 你沒有進到你應進的責任嘛 好不好 那是不是 會計師有牽扯到裡面 是不是共犯 對不對 當然會懷疑 懷疑歸懷疑 因為基本上我們沒有多少證據 對不對 我們只知道說你嚴重疏失 跑不掉 那是不是共犯 我想這是檢察官在查的事情